你还记得你做了什么吗 记得 说说看 我杀了他 为什么要杀他 不可以吗 我每周都会杀他一次 人死了 怎么能再杀 他没死 只是我杀了他 那你为什么杀他 他每次都是故意惹怒了我 反正他总能找到理由吵架 目的就是让我杀了他 他怎么就惹怒你了 故意找查 或者踢我 下边 每次都是 你怎么解释 他已经死了快两个月了 我都说了他没死 只是我杀了他而已 好吧 总有个开始吧 第一次是怎么回事 那次他带我去他家 开始都好好的 后来他就重新找查 我就杀了他 怎么杀的 用门后一条围巾勒住他的脖子 然后呢 他挣扎 乱踹 嗓子里面是各种奇怪的声音 手脚有时候会抽搐 过一会儿舌头伸出来了 是紫色的 后来不动了 那不就是死了吗 没死 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动了 软软的 软软的 他在地板上 整个脸都是紫色的 开始我很慌张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是困了 就走了 出了他们院 到街上 我看到他穿着那件大睡裙 站在窗前对着我笑 还挥手 你能看到他 就在二楼啊 他们院临街都是那种舒适的老房子 窗户都是很大的 不拉窗帘晚上都不用开灯 路灯足够的 外面看得很清楚 我的意思是 你亲眼看见他挥手了 后来每周我都会去看他 每次都要我带一本时装杂志给他 因为他再不逛街了 那么 你想他吗 我什么时候能见他 我犹豫一下后 从旁边的公文袋里 抽出几张照片 放到他面前 那是从各种角度拍的一具女尸 尸体处理过 内脏没有 四肢和身体 用了很多保鲜膜和透明胶带分别缠上了 这使尸体看上去 仅仅是个灰褐色的人形 那个人形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睡裙 我尽量让自己不去看照片 他愣愣地看着照片好一会儿 你现在 相信他死了吗 他狐一地抬头看着我 就看看照片 他不是好好的吗 你在一个多月前 勒扫他 之后你用很多盐 把尸体做了防腐处理 再用保鲜膜和胶带缠好 穿上那件白色的睡裙 放在窗台下的地板上 有人看到 你以后每周都会去与他 在这本杂志 不过 邻居再也没有看到他出现 只有你去 所以报了 现场你打扫得很干净 杂志整齐地放在筹上 里面的人物头像都被抠掉 杂志上 只有你的纸 他不解地看着我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好吧 那么你说说看 这怎么回事 也许我能听懂你说的 那我就详细再说一遍 我在他家的时候 他故意跟我找查 这个你说过 以后每周都是怎么回事 第一次杀他后 每周他都会打电话给我 说想我 让我去陪他 还有我带一本时装杂志去 快到的时候 抓过那个路口 就能看到路径头的窗户 站在窗前 他总是穿着那身宽纳的白色睡衣 站在窗前等我 看着我笑 很乖的样子 我上楼后自己开门 他通常都站在窗前 抱着肩说想我 我们就坐在窗前那张大床上聊天 他漫不经经地翻着杂志 每次聊一阵 他就开始随心找查 为了让我杀他 他喜欢我杀他 于是我就用各种方法杀他 有时候用手掐住他的脖子 有时候用绳子或者其他东西勒 等他睡着后 我就穿衣服走了 我猜我刚出门 他就跳起来 整理好自己的衣服 站在窗前等着 因为每次出了他们家院 走到他楼下窗口的时候 他都站在窗前对着我笑 挥手 很可爱的 够了 别说了 你说他打电话给你 但是你的手机记录 这一个多月 就没他的号码打进来过 这个怎么解释 我不知道 也许他成心打罐吧 你不认为他会死吗 你为什么总是咒他死 好吧 我不咒他死 能说说 你对死是什么概念 他咒着眉严肃地看着我 没有呼吸了 心脏不跳 你认为 他有呼吸 有心跳吗 他脸上里过于是惊恐 他不一样 他死了吗 对 瞬间 他的表情又变回了平静 他没死 他每周都会打电话叫我去 叫我带杂事给他 远远的就在窗前看着我 穿着那件宽大的白色衣裙 对着我笑 我关了录音笔 收起了照片和纪录本 在关门的时候 我回头看了一眼 他还在喃喃地说着怎么勒死他 我记下了他家的地址 决定去现场看看 虽然已经很晚了 快到的时候 发现的确是他说的那样 一个钉字路口 对着钉字的顶端 是一排矮矮的灰楼 我看了一眼 正对着路的那扇窗户 黑洞洞 绕进院里 我凭着记忆中的楼号 找到那个楼门 走楼梯到了二层 眼前是长长的一条走廊 被灯光分成了几段 虽然我想不起房号 却出乎意料的好找 门上贴着醒目的景韵隔离胶带 我试着推了一下门 门没锁 胶带嘶嘶拉拉地响了一下 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 看样子 是那种苏式老楼房隔出来的 房间里很干净 没有奇怪的味道 也很亮 有路灯照进来 我静止走到床边 站在窗前 像钉字路口的底端路口张望着 空荡荡的 看了一会儿 我缓缓地半闭上眼睛 朦胧中 他穿着那身白色的大睡裙 和我一起并肩站着 远远的路口尽头 一个人影拐了过来 越躲越近 我觉得 他在我身边似乎笑了 抬起了手 挥动了几下 没一会儿 身后的房门无声地开了 他走了进来 穿透过我的身体 把杂质放在床上 慢慢地抱住了他 我不用看就知道 他的手在他身上逐渐向上游移 滑到他的脖子上 慢慢地扼住 他无声地挣扎着 趁着他远去 等他消失在路的尽头 紧跟着 那一瞬间 他像一个失去了牵线的木 一样摊在地头上 身体四肢 都缠满了保鲜膜和胶带 毫无声级 我睁开了眼 看了一眼窗外 空荡荡的街道后 转身离开 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 忍着没回头 看那扇窗 我想 我不能理解他的事情 他每周都会看到 他期待地站在窗前 穿着那件宽大的白色睡裙 微笑着 等待他杀了他 而他 就是他的死亡周刊